210年韜新聞 歡迎收看210年韜新聞 兩個重大的命案 而且案情都非常詭異 撼動台灣的人心 你可以看到現在 所有街談相遇大家都在談 二哥到底有沒有殺人 謝一涵到底還有多少共犯 然後明天 檢方還要針對李炳宏 提出抗告 這些都是最新的消息 但是寶島台灣現在怎麼 怎麼有這麼多的命案 然後而且都這麼血淫淋 我們今天都會來做一個正面的討論 我們今天來賓沈露雄 大家好 是鳳馨 然後邱毅 大家好 林國村議員 大家好 是馬代勤律師 還有胡孝成 大家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真的是這兩個案子 讓台灣人 真的是看到一個血淫淋的社會 但是當然啦 裡面有非常多的不形成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今天的檢察莊長 他在立法院 他甚至講話了 認為媽媽嘴這個案子 辦的情況是有瑕疵 但是撼動台灣人的是 禮拜六 就是兩天前 禮拜六 這個發現了一個人頭在一個公廁 然後發現他的哥哥應該是被殺人的 今天檢方提出生涯獲准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新聞 下一線水上香省道上的這個身影 就是警方認定外觀神似死 死者二哥的這名男子 警方沿路掉電視器 才發現他在13號 穿著黑色羽絨衣 戴墨鏡口罩 上午10點49分 提著塑膠袋 來到死者頭顱被棄置的公廁 7分鐘後 也就是10點56分離開 手上是空無一物的 接著他走了半小時 11點29分來到公車站前 等了10分鐘 11點39分 還探頭看看公車來了沒有 11點50分等到公車 卻是上車不到一分鐘 隨即下車 其實在問公車司機前 這名神似乘二哥的男子 沿路就邊走邊回頭 想要攔進乘車都碰壁 後來他乾脆走進一間家具行 希望店家幫忙叫車 警察說 請問你這裡有叫車嗎 我們回答他說 我們這裡沒有叫車 為什麼不敢看妹妹 乘二哥被送往地檢署 偵訊20分鐘後 被檢方立即以殺人 人罪跟遺棄屍體罪被申請羈押 理由是檢方掌握有力的人證跟物證 新北市跟嘉義調到的這兩段經事集畫面 是不是同一人 目前死者母親已經指認出 新北市的這名男子就是二哥 儘管他否認 檢方還是將死者母親列為人證 至於舉報頭顱氣失地點的好心人 檢方經過比對後 確定跟頭顱指向中的字條 都是出自陳二哥的筆跡 加上投入的DNA 確定是陳婉婷的 以及陳二哥 13號下午的通連記錄出現在雲林 跟他先前說自己都在北部的說法 自相矛盾 種種物證都指向陳二哥涉嫌重大 儘管現在仍然少了凶刀 跟其他屍塊等直接證據 陳二哥仍然遭到法官裁定 搜壓境界 GBA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是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你可以看到 現在陳二哥就被人家認為說 他可能就是兇手 但是今天收壓成功 是不是表示檢方已經掌握非常多的證據 因為馬上獲得法官的同意 所以就整個案子來講 這個案子最令人聳動的就是 他有一顆頭顱 那這顆頭顱就是說 是在這個死者 因為死者在三重 然後要送去嘉義的水上 這是非常遠的路程 要七個多鐘頭才可以到 所以國春 因為你當刑事組長這麼久 你看他這次押成功 是不是表示檢方的證據 是非常充問 我一直在討論的就是說 我們從媽媽嘴事件到這個案子 一直在說直接證據 直接證據 直接證據 但是我一直認為說 包括很多律師 我們法界的同事都在講說 刑事訴訟法裡面 有關於證據的證明力 沒有說要有直接證據 只是說你哪一些證據 可以讓法官說服 今天所有的跡象表示說 包括監視 錄影帶 包括他沿路去投爐 包括直接他母親的職任 是他 第一時間 然後合理的懷疑 他拿了三包這麼大 這麼重 因為我們不要把事情 把它複雜化 很多在棄屍不見得說 他有什麼神秘的計畫 而是因為他好處理這個屍體 如果說一個人 大概一個正常的女孩子 如果是160公分 應該有在45公斤到50幾公斤 這麼重 要帶一個這麼大的屍體出來 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有這些 相關的這些證據顯示說 法官認為你涉嫌重大 然後他從頭到尾 在問筆錄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不是我 所以我說 對於被告有利的證據 你要負舉證的責任 雖然你不是 你不用負舉證 就是說有責任就義務 去提對你有利 除非你提出反證 反證讓檢察官提出的試證 你提出反證來 來對檢察官所提出的試證 來做一個反駁 要不然這個案子 能夠讓法官信服說 應該要收押 是因為他整個這個作為不尋常 第二個 還有一個 他有錢科 他什麼錢科 他有毒品 有強盜 有竊盜的錢科 就我所知 我們看到這三個錢科 至少表示他去了警察局 至少三次 錢科資料 警察的錢科 塑形錢科資料打出來一看 你有多少的錢科 代表你有去警察 受多少的筆錄 你上了多少的地監署 你上了多少的法院 有這麼多的錢科背景 包括他吸毒 他妹妹吸毒 所以可以合理的 合理的推論 包括我們要歸納法 要演藝法 至少我們推論的邏輯要正確 這個邏輯正確 才可以顯示說 他是不是因為保險的案子 而衍生他去殺了他妹妹 為了就是要領這個保險金 所以他被說要應該是算說 因為涉嫌 殺人的涉嫌很重大 就是說就實際上 馬利斯就你了解 就實際上 如果說棄制屍體 其實罪也沒那麼重 就是說其實是 最主要應該是殺人部分 其實就棄制屍體的部分 他應該也沒有承認他棄制 他從頭到尾還是否認 那個提出來的是他 在那個嘉義也是他 他還是沒承認 所以這個部分棄制的部分 他也沒有承認 所以但是棄制跟殺人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的行為 其實他是滿密切的 他是前行為跟後行為 他是只要有 跟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有密切的觀念性 我們都認為他可能是共犯之一 只是他知情的範圍到哪裡而已 所以現在 他對這個案件的觀念性 是非常密切 收壓我認為是必然的 除了這個收壓以外 我們可能 檢方現在需要的一些 的辦案技巧是 以現在的這些科學辦案來講的話 我們警方或者檢方 應該慢慢去習慣 沒有自白的命案如何破 我覺得這一點你要習慣 尤其是現在非常重大的案件 社會矚目案件 給警方的壓力 給警方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這樣子這個壓力心情之下 會有兩種 會兩種這個不健康的心情發生 第一個就是浩大喜功 反正人來趕快 只要他說出個自白來 我們就好像已經挖到寶一樣的 就趕快去宣布破案 然後後來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 這個心情有發生 第二個就是刑囚的行情會發生 這個我們也擔心說 江國慶的案件也會發生類似的行情 如何在這個沒有自白的行情下 去破這些命案 是現在我們急需要的一個課題 但是這些案件發現 從發生到現在 也不過一兩個禮拜 我相信還有三四個月 甚至更長的時間 讓檢方慢慢找這個急鎮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應該給予警方 多一點的鼓勵 我說鼓勵是說多去找污證 那不要去隨著這些名嘴 或者是媒體起舞 因為媒體跟著這些檢方起舞 我們不能控制 但是你檢察官跟警方 不可以隨著媒體起舞 我覺得這一點會破壞你的辦案的步調 而且很容易被媒體去牽引住 然後把你的重心 完全搞不清楚說 我現在的重心到底放在哪個地方 對 其實因為馬力士是林口村 找兩屆警察大學的學長 其實他們兩個都當警察很久 而且對於這個案子 他的剖析非常有道理 但是因為最早這個頭顱會被發現 是因為三重的大同派出所 收到一封信 這封信的筆記已經證實 是二哥寫的 已經去驗出筆記 已經證實了 所以這個連結關係就 你怎麼會知道那裡有一個 所以顯然你跟氣智 氣智這個頭顱其實有非常大的關係 然後你那時候又出門又拎著這個 這個其實是 當然他現在也沒有百分之百證據 只能講說涉嫌重大 而且是涉嫌殺人 笑得怎麼樣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的話 為什麼今天正是用所謂的 毀損跟氣智屍體這個方式 來做一個收押 羈押的一個動作 那主要在於還沒辦法釐清 陳婉庭他的死因 那他可能有所謂的他殺 也可能是自然死亡 但有可能是所謂的意外死亡 所以不曉得 他還有法醫做進一步的一個鑑定 另外的話當然是最重要的就是 目前雖然有頭顱 但頭顱沒辦法去判定他的死因的話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等於就是法官也只能 只能用這樣的一個方式先把它加起來 為什麼他要激壓 所以我還是要再強調 每次有這種重大案件發生的時候 我都希望能夠給予一些 教育的一些功能在裡面 另外在哪邊呢 就是在於因為他本身來講 他的筆跡有沒有 現在目前按照媒體的一個說法 看起來像是好心的 這三個字是他寫的這樣子 另外的話因為他有所謂的不正常的動機 就所謂的保險金 就636萬這個問題 這裡面有可能就是形成一個懷疑 當然還有檢警在做補強證據 這樣子可能是不是一個殺人氣勢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這樣子 不管怎麼樣來講的話 這個案子跟媽媽嘴事實上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在想要不太一樣 他有若干相同的地方 就第一個 兩方人馬的話 就以些海來講的話都有僑裝 對不對 兩個都有變裝都有狀態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 目前的涉案人的話 對於兇刀跟所謂的命案現場 這個部分都不交代有沒有 然後有一些否認這樣的情況 我非常贊同馬醫師所說的 因為本來我們在法律上面來講的話 你涉案人本來就有說謊 或者是不達的權利 你檢察官跟警方要做什麼 當然就是要補強這些證據有沒有 讓犯罪者神之以法 對 但是剛剛馬醫師也特別提到一個 就是說你不要 要用證據來辦案 不要聽信這個人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個二哥 他幾乎不講話 都不知道不清楚 你又碰到前面那個謝一涵 講了一堆故事 警方好高興 找記者來就是這樣殺的 所以每個報都是頭版 然後後來才發現 裡面根本都出了情節是錯誤的 你今天碰到這個案子 剛好特殊的 他就是不講話 那不講話你要怎麼去關他 你就要憑證據 憑錄影帶 然後找兇刀 然後從他家裡 看有沒有一些微物激證 所以變成這個案子是考驗警方 你夠不夠科學辦案 這個案子 就棄屍的部分 應該比較有證據 那就毀損屍體的證據 不如棄屍 至於說 陳婉婷的死因 這個是不是謀殺 是不是兇殺 這個部分 尚待求證 那麼大概這一次何怡婷 應該是覺得 他至少是個知情的人 他至少是個共犯 所以將他收押禁見 那麼就今天來說 警方擁有的證據 基本上第一個 就是他自作聰明 那麼去寄給三重大統所的那個 好心人的筆跡 這個筆跡一開始他也不認 但是後來他媽媽說 這個筆跡是我兒子的 但裡面的陳婉婷 陳婉婷的三個字 也證明是他的筆跡 第二個就是他的行動電話手機 基地台顯示他的行蹤 當天的行蹤 第三個就是大家在影片上看到的 那個監視器 從三重的家裡面出來的 那麼他媽媽指認 他媽媽說那個確實他兒子 至於在嘉義的那個部分 便裝戴著假髮 穿著羽絨衣 當然很怪異 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也不認為他是一個 縝密的一個犯罪者 一個縝密的犯罪者 在攝氏28度的當天的嘉義 這麼熱的天氣 穿個羽絨服 說實話更引人矚目 那個部分應該到目前為止 還不能確定那就是這個二哥 但是就目前為止什麼沒有 第一個 兇刀沒有 第二個 死亡時間沒有 第三個 第一現場沒有 在這些沒有的情況之下 到底陳婉婷是被他二哥殺的人 不知道 這個二哥還有一個 在今年年初結婚 跑掉的 已經回大陸去的 他的陸佩 這個回到大陸去這個陸佩 有沒有扮演裡面的角色不知道 這事實上有很多 在殺的兇殺不知道的部分 法醫不是還講嗎 說那個頭骨沒有任何的傷痕 沒有任何的傷痕 他如果裡面有兇殺就有反抗 反抗 那照講應該有傷痕 有沒有可能他是自然死亡以後 接著回損屍體 然後棄屍 然後去詐領保險金 這個當然都必須看 往後的證據的發展來認定他 對啊 邱宇剛剛提到一個就是說 這個頭顱是完整的 一般他如果被殺有掙扎有什麼 臉部至少會有一些擦傷 通常就是說他是非常完整 然後他的傷口也很平整 就是說 所以認為說這個是不是已經 是自然死亡 然後因為有保險嘛 有保險就是說 我把它製造成是一個意外 為什麼 因為他保的險都是意外險 那如果我把它造成是一個意外 是被人家殺 甚至被人家砍頭 那是被人家殺意外 那這樣就可以領到保險金 這些當然都是動機 但是這一次會被收押 當然是認為說你是有殺人的嫌疑 我先講一下這一次的收押 其實你可以看出這一個陳二哥 他的涉案程度 就像媽媽嘴命案當中的 那個謝一涵是一樣的 就是你至少是一個高度知情人士 我用高度知情人士 就你完全知道狀況 但是對於很多細節共犯 其他的部分到目前為止 當然證據還不夠 可是我必須說 這個案子跟媽媽嘴命案真的很不一樣 這個案子警方辦案的進度 還有辦案的整密的程度 是要比媽媽嘴命案來得好 太多太多了 從3月15號下午上個禮拜五 下午2點多才收到信 到現在才多久的時間 他現在至少已經做了哪些事情 第一個筆跡已經驗出來了 是陳二哥的筆跡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代表說用這個東西 法庭就會知道你是一個高度知情人士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已經掉通聯紀錄了 好 3月13號 你有一段時間在雲林 雲林跟嘉義的地點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如果那個時間 如果再去推上剛剛這個引帶的時間 其實會做一個更好的證據 第三個 今天你看到 他每一個時間的那一個進度 都是出現的 今天早上在看引帶的時候 還是提著袋子的一個引帶 然後接著再接下去 到週五的時候 已經有了進攻車又出來 然後袋子不見的引帶 然後現在有更進一步的 是他到處要去攔車子 結果後來車子拉錯 然後去找人 然後要去搭車 這點很重要 因為你尋線一直追下去 因為到目前為止 你沒辦法證明他就是成二哥 這個穿羽絨衣 戴墨鏡 很奇怪的人就是成二哥 可是如果你尋著線一直追追追追追 追到最後再運他的人 可能你就會證明他到底是誰 你就知道警方在這個案子當中 他的辦案的積極程度 跟媽媽嘴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我也要提醒就是說 如果要以投保 炸領 然後作為一個動機的話 那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你不只是要證明二哥 有幫陳婉婷投保 你還必須要證明 這個陳二哥 他是不是只有幫陳婉婷投保 他家人他還有一個哥哥 他還有一個姐姐 他還有一個弟弟 他還有一個媽媽 他是不是都沒有幫別人投保 他只幫陳婉婷投保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二三年住他家 其實不不不 這個東西因為通常來講 如果你要投保 你可能會幫自己的母親投保 如果連自己母親都沒有 其實那個動機程度會稍微拉升 當然最後你還是能夠找得到第一現場 是最好的 其實他的經濟能力很不好 然後幫妹妹投保了636萬 意外錢 這個不容易 而且他還有錢去起一個大陸的新娘 我們知道起大陸 花了25萬 對 你這個錢是從哪裡來 所以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有些東西是在異謀 而且你有怎麼樣的 但是因為他已經被受壓 我們看現在檢 因為檢察官他提出來的是什麼 通電紀錄 保險 請假資料 因為他那時候殺人有請假 還跟他工作的那個蜘蛛餐店借菜刀 那這個菜刀是要幹什麼呢 結果會不會被人家認為菜刀就是兇器 所以被告用殺人跟毀損 那個遺棄屍體的罪嫌重大 他可見他是用這兩個罪名劑壓他 而且成功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兇手 很接近 但是最先大家都在批判媒體辦案 我現在先來批判這個媒體開始 你看這個是今天大報的標題 就說一模兩年 成家父殺妹 成家父殺妹 好肯定喔 怎麼可以這樣呢 這裡也沒有問號 也沒有說是這個祖賢 怎麼樣 就是殺妹兩個字 就警方疑 我覺得主流媒體三大報之一 不應該再頭版頭條 用這樣肯定的話 這個是媒體辦案最惡毒最不好 最惡劣的例子 但是跟巴黎雙食案相比 這個當然也有類似 但是也有相當不一樣的地方 巴黎是那個屍體是被動浮現 這是主動提示 而這個主動提示的人好像是二哥 而且二哥提示的時候 他還留了筆跡 寫信寫到一個他 只有他才知道的派資索 他留下了太多的痕跡 所以兩邊都自以為聰明 這個涉案人都自以為聰明 但是這個其實涉案人他的層次 我們假定是二哥 假定 他的這個不管是社會階級 不管是財力 不管是教育層次 跟巴黎雙相比 一個稍微層次是高一點 這個層次相違是低的 所以他越以為自己自以為聰明的 所有做的手腳 其實是越露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相對是比較好辦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然相對是比較好辦的 因為比較好辦的 所以但是為什麼只用這個 毀屍體是很不可能 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 那一步追究的話 那你們是什麼狀況 發現裡面 再一直聽 那牽你妹妹 我想說這個下一步我就並不難了 但是我認為這個不太可能 我認為這個製造屍體的跟毀滅屍體的很可能 幾乎是同一個人 所以呼助欲出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然的可能性 是非常接溃 對 這個案子 你可以看到嘉莉警方 因為他剛好前車有一個 新北市的警方在辦巴黎雙屍案 我覺得他寫到非常多的教訓 他在非常短的時間 你看這兩個案子 到最後兩個禮拜 這一兩個禮拜有很多雷從 就是非常多的監視錄影帶 大家在電視上看 到處都是監視錄影帶 然後非常多的通言紀錄 這些都是非常科學的東西 就是說你人到哪裡 你的手機就指引到哪裡 你有沒有聽過手機就指引到哪裡 很多東西是科學的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從這些案子裡面 知道一些不管是法律常識或者一些 就是說這種你做一些事實際 但是這個案子講起來實在很悲哀 因為一個哥哥 他雖然涉嫌重大 他涉嫌重大 他怎麼會 就是不一定是他殺了 但是他妹妹的屍體後頭顱 他為什麼不好好處理 把他錄裂案都怎麼樣 即使不是他殺的 就是你可以感到非常的悲哀 等一下回來我們談論相關話題 我們可以看到三重這個命案 因為義路延伸到了嘉義 然後涉嫌重大的是二哥 二哥幫妹妹保險 然後保了636萬 這是被認為說嫌疑很大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他現在大家都講這個二哥好厲害喔 警察講什麼都不知道不清楚 然後你所有東西都問不出來 那警察好像束手無策 但是你說他束手無策嗎 他申請羈押就羈押成功了 表示他握有很多的證據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為什麼不敢看妹妹 為什麼不敢看妹妹啊 低頭不語一律搖手否認 陳二哥落網遭移送 檢方認定他涉嫌殺人 揮損遺棄屍體 向法院申請羈押 但搜證三天 卻苦無關鍵證據 指向陳二哥就是殺人兇手 檢警手上最有力的兩段監視器畫面 拍到案發前陳二哥 拎著兩包大塑膠袋離開三重住家 幾個小時後 他便裝進出氣石公廁 母親指認 三重監視器拍到的就是陳二哥 警方比對也證實兩者是同一人 雖然有人證 但最多證明陳二哥涉嫌棄屍 無法咬定人就是他殺的 另一個重大突破 檢警比對比擊 前例明信的好心人就是陳二哥 刻意留訊息通報被害人姓名 如果真的犯案留下物證 實在有為常理 法界人士表示 陳二哥或許聰明到依次犯擊 自己沒有殺人 只是協助處理屍體 法醫表示 從頭顱切痕 無法判定凶器 加上抹炎 確切死亡日期不明 三重住家 留下的血跡 鑑定後 也只有陳二哥一人 找不到凶器 無法鎖定第一現場 其他石塊也下落不明 案情恐怕只能依賴 被告自白尋求突破 日前陷入膠著的巴黎雙石案 同樣先發現屍體 鎖定主嫌 懷疑有共犯 兩起案件 同樣留下諸多線索 鐵鎮如山 但卻一樣 無法讓案情明朗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大家剛剛看那個畫面 看他提的那個東西 感覺是很重 但是 那是什麼時候 三月十三號 我們今天是十八號 三月十三號 凌晨四點多 大概四點十一分還十二分 然後他提出來 你可以看 那時候是最沒有人的 因為那個地點 我也常經過 三重的大同南路 你看那個時候是人最少的 那他這個時候提出來 七個鐘頭以後 又有一個 這個人就不一定 還沒有證實是他 但是提著這個狀物出來的是他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到了嘉儀那個人 雖然不能證明是他 但是他提著這個狀物 如果是同一個人 到時候已經三代變一代 而且三代可以講變一個頭 變只剩一個頭 如果那個是屍體的話 就變是一個頭 所以如果有這些時間的點 一個點一點把他串連 感覺就是他 但是現在警方碰到了 我覺得他有很多斷點對不對 其實第一現場非常的重要 這個塑膠袋 他不承認是他的 他沒有說是他 對 他說他不知道 可是他媽媽已經說 這個就是我兒子 出來的那個 現在媽媽說這個就是我兒子 警察問你你說你不知道 檢察官問你你也說不知道 現在只能靠刑事監視的人 去他們家 整個地方包括水管 會有剩下的這個 有滲漏的這種點 全部都要去採證 只要能夠採到唯一 任何地方都沒關係 採到有一點是這個 他妹妹的血跡的話 那就事實很明確 要不然你說今天被告 拎了這麼重的東西 說沿路去濕這個濕塊 我也不太相信 因為我們看出影袋裡面 真的很重 他還要斜的走 才有辦法把那個東西扛起來 這些東西丟在哪裡 他還都不講 所以現在如果 如果是以見識的理論去探討 過去辦案的經驗 應該重點放在他們家裡面的 大概就是預示整個地方去做一個 現場的重建去勘察 去找到唯物即證 對啊 國村是李昌毅的高度 真的是 不是講假的 是真的是高度 但是你現在看到的最重要的兩個 第一現場 殺人的第一個現場在哪裡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 殺害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因為你如果照他失蹤 那是去年12月 12月16、17號媽媽去報案 之前就已經失蹤了兩個禮拜了 所以沈大老你是醫學專家 我請教你 光憑頭顱有沒有辦法斷定 是什麼時候被殺害 光憑頭顱我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這個跟巴黎雙事案 有一點類似的地方 就是說他消失被害到屍體被發現 時間都隔一段 但是那個巴黎好像只有10天左右 這個如果是12月17號報失蹤 恐怕在這個之前就已經被殺害了 所以這個時間上起碼兩個月以上 所以以這個用鹽巴把它吸引起來 所以這個時間長的話才不會腐爛 所以你這樣去推想的話 以這個人社會資源這有限 他在第一現場殺了人以後 又要保留這個屍體又要那麼久 又要花精神去處理它 變成一塊一塊 我覺得很不容易找到他可以利用的地方 所以我在想這個第一現場非常有可能 就是他的家 那個警察警睛單位應該可以去那邊 去找到足夠的東西去做微物檢驗 我覺得這個遲早會把這證據都攏起來 應該是沒有問題 對 現在如果照這樣分析就是說 去年12月就殺害了 然後用鹽巴把它淹起來 淹起來要放哪裡 家裡冰箱 你即使用鹽淹地 光天花日三個月大概也會錯 油會錯工夫也沒那麼好 那可能就放冰箱 但是你冰箱你是要把它逗成快 其實來講非常恐怖 為什麼 因為你要陪他在同一個屋子上個月 你自己的親人 而且你還有一個大陸的太太 跟你在同一個房間 他不要去開冰箱嗎 所以你講起來 如果完全沒有冰是不可能 即使用鹽鹽 因為是時間這麼久 所以他的關鍵在哪裡 回來繼續討論 我們可以看到三重這個命案 當然到目前為止 大家對警方都算戰役有加 跟罵罵嘴那個案子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裡面的關鍵 是不是兩個案子都是為了錢 尤其這個案子 他非常明顯的就是 他去辦了保險 而且是辦意外險 替一個年輕的女子 三十幾歲的女子辦意外險 本身就很特殊 因為這樣的人比較不容易出意外 那你替他辦了 然後收益人是你 那他到底心裡在想什麼 我們先看這個畫面 為了保險金 陳二哥真的殺害了親妹妹嗎 警方查出 陳二哥兩年前就親妹妹 連續投保了四張保單 其中一張三百萬的保單收益人 就只寫上自己的名字 但現在最令警方不解的是 如果真的是為了保險金殺害妹妹 為何還要假扮成好心人 寫信向警方通報 頭顱下落 並在帶上寫上名字 警方認為 陳二哥的用意 其實擺明就是要讓妹妹的身份曝光 依保險法規定 如果是失踪者 要等七年後宣告死亡 受益人才能領取保險金 但如果是意外身亡 只要取得相關驗室報告 兩年內就可以申請保險金 換句話說 人失踪 要等七年才能拿到錢 但如果是意外死亡 馬上可領 因此警方大膽推測 陳二哥故意曝光死訊 塑造妹妹遭意外身亡 為了就是要申請保險金的險招 陳二哥從事廚師助理 已經有一段時間 一個月薪水四萬元 而一年前透過婚友社 花了25萬 取了大陸籍配偶 嚴派可能是急需用錢 才會狠心對妹妹下手 不過保險業者說 如果一旦發現 凶手就是投保人 同時也是收益人 可拒絕理賠 另外四張保單中 有三張的法定計程人 都會填寫到陳二哥母親的名字 但如果一旦確定是兒子殺了女兒 母親也很有可能拿不到半毛錢 提筆新聞 翁世傑 夏帆軒 台北報導 哇 大家看喔 這個案子真的很特殊 又加上保險金 大家想起陳瑞清案 陳瑞清把自己老婆兒子都殺了 只是為了領保險金 那這個 他當然現在還是涉嫌人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因素很重要 大家剛才不是講到說 如果依照監視紀錄影帶 在3月13號的那個錄影帶 他的第一現場 如果有殺人的話 第一現場應該是在二哥的家裡頭 那如果在二哥的家裡頭 那又這個陳婉婷 又是去年12月就開始失蹤 那如果是那個時候就被殺了 那一定有一個藏屍的地方 那這個藏屍的地方 他那個房子 不是只有二哥一個人住 二哥那時候娶了一個大陸老婆 而這個大陸老婆在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爆發之前沒有多久 這個老婆3月6號 這個老婆回福建去了 所以這個大陸新娘 會不會在過程裡面 她是一個知情者 那所以要不要透過 兩岸之間的刑事互助 那麼來把這一個大陸的新娘找到 那麼來提供一些線索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也覺得滿幸運的 這跟巴黎的媽媽嘴的命案不一樣 巴黎媽媽嘴病案是死亡發生的時間是2月 但是後來被開始進入調查 屍體扶上來的時候已經是3月了 而我當時在追陳志忠嫖妓案的時候 我得到了一個教訓 我當時也是靠著那個監視器的 錄影帶的保全 我才有辦法能夠破這個案子 但是我去保全 我去把監視器的錄影帶保全的時候 他告訴我 監視器的錄影帶7天自動覆蓋 我是抓住第7天的最後一刻 把這個監視器錄影帶保全成功 所以才破了陳志忠的嫖妓案 那這個案子為什麼 這個案子是 大家看這兩張照片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從監視器錄影帶拍出來的 3月13號 3月13號 所以離現在的時間短 但是巴黎媽媽嘴的雙屍案呢 死亡的時間 離 屍體扶出來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有很多的監視器錄影帶 都找不到了 包含他們有沒有去買紙錢 有沒有 都沒有辦法得到很明確的 監視器錄影帶的激證 所以兩個案子 這次發揮是不一樣的 邱毅最厲害的 本事就是 什麼案子都可以跟扁案 拉上一兩張 當然這個和扁案也沒關係 但是他可以擠扁案的例子 我們講起來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錄影帶 是現在警方辦案 很重要的工具 就是說你有圖為證 這拿出來一媽媽看 這個就是我兒子 所以壓就壓成功 那可是裡面 讓人家最不解就是說 他保了六百多萬 他起這個大陸新娘 因為他經濟情況很不好 他起這個大陸新娘 是不是跟人家借錢 然後借錢現在人家 要追債或怎麼樣 只好痛手瞎 把妹妹或把她怎麼樣 當然這是推測 然後急著要還錢 所以急著做這樣的案子 瑪莉依照你的經驗 其實很多人說分屍案件 有一些特殊的情境 他的變態 心理 或者是跟被害人 一些一系列的感情 我認為八成分屍案件 大概都是為了不讓人家 追查到被害人的行為人 不容易追查到犯罪行為人 對 加害人不容易查到 這個案件前半段沒有錯 能夠分屍成功了 也把他丟的 可能丟的到處都是 但是最後面 他為了要取這個保險金 去通報這件事情 他露出了麻角 他通報就是為了要領保險金 分屍是為了不讓人家發現 他自己幹這個事 結果這兩槍鬥起來 反而讓他自己弄巧成熟 這是可能一種推論 但是我要強調 這個案件其實跟 這個菸事案跟媽媽嘴密案 其實兩個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影響到警察辦案的 這個揮制不去的什麼 我說證據之王就是自白 你看這兩個案子 一個是從頭到尾都不自白 你問他 甚至這個報紙案 報紙案也是說 你是不是陳家福 他說我不是陳家福 像這種幾乎等於是 被告的嘴巴裡面 塗不出半句話的 警方就比較認真一點 看靈魂 一個一個慢慢的去搜 一個一個慢慢的搜 土法煉鋼 甚至是全面的去搜證 這個部分你就看得出來 他步調辦起來 就比較有節奏 所以一步一步慢慢 辦的這些證據 會比較扣得比較起 反而是媽媽嘴密案 因為有了自白 所以他們很容易去相信這個自白 自白影響到他們整個 這個辦案的步調節奏 整個都亂成一團 亂成一團以後 自白要是一被翻盤 整個他們自己會正腳大亂 在搜證上面可能會 變得是沒有一個組織 沒有一個商法 我覺得其實這兩個案件 比起來我情願當事人 我情願這些被告都不要講話 反而這些警方辦案會搞 會比較認真一點點 對 但是因為你現在講科學證據 如果嫌亂從頭都不講話都不招 你不能說因為他不講我就沒辦法 就是你要憑多少證據 那你的證據證實是他幹的好事 然後你如果由這樣到法官前面 法官會對那個被告判重 因為煩惱態度很差 煩惱態度是法官量刑一個很重要的一劑 那我們看其實這個案子 他還有多少嫌疑 回來我們慢慢講 我們看三重這個運案 二哥的嫌疑很重大 現在已經被檢方縮壓了 可是他對警察的態度 一問三不知 警察憑的是什麼把他壓住 因為研讀有很多錄影帶 那判斷 判斷他提出來了 這些應該是屍塊 屍塊到了嘉義 只剩一顆頭顱 沿途是怎麼棄屍 就是說有媒體寫說 坐火車沿途丟 不可能 現在的火車 火車密閉 然後又打不開 對不對 很多人說 柯硬 柯硬現在也打不開 我告訴你 現在那窗戶都是密閉的 所以你如果裡面碰到災 還要拿那個 那個去把它敲碎才有辦法 那個都打不開 所以不是我們找聯的觀念 所以他中間是不是有轉地方 或到哪裡 譬如說騎摩車 經過淡水河 我要去轉那個 我就淡水河或怎麼樣 這個都很有可能的 但是我們看到 沿途怎麼棄屍的畫面 死者陳婉婷二哥會被認為設有重嫌 就是因為這個畫面 13號凌晨4點半拎著兩袋東西離家 騎乘的機車已經被檢警扣住 放袋子的腳踏電焊車廂都要搜證 因為他們懷疑袋子裡裝著被肢解的屍體 而機車就是運濕工具之一 不過奇怪的是嘉義拍到的畫面 手裡的兩個黑色塑膠袋變成一個白袋子 最後離開公廁雙手空空 難道是從北到南移動的過程中逐一脫手嗎 六個小時綽綽有餘 會是搭客運南下嗎 還是火車速度快些呢 如果要搭火車的話 當天最早的班次 舉光號是6點14分 而自強號是7點整 都有到嘉義 如果帶屍體搭客運火車 時間空間都被局限 車窗不能隨意開啟 沿途要丟棄不太可能 兩包塑膠袋又太顯眼 所以檢警更大膽推估 屍體在台北就被處理掉 當天他可能騎車 直接到附近合體丟包 或是上忠孝橋往河裡扔 最後才搭車南下 否則要沿途丟 得有人開車接應 氣勢可能有共犯 下手的也可能不止二哥一人 二哥的大陸籍妻子 3月6號回鄉 下落不明 檢警起疑 他是否也知情 或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與 由於頭顱無法判定死亡時間 是三個月還是一週內 所以得查出命案第一現場 在哪案情才能明朗 TVB的新聞送不到 從家裡拎著三個黑色塑膠袋出來的 那個人是不是就是嘉義 那個全身包著穿以龍衣那個人 現在沒辦法把它兜在一塊 這是一個點 如果是兜在一塊 當然就是二哥從家裡出來就是他人 這個是現在我們看到 他裡面大家認為最難突破的 為什麼 因為他全身包著密閉 但是當然還有其他的證據 曉得你 當然現在目前除了動機通連置機 跟監視影帶之外 事實上我目前所知道的話是 整個專案小組的話 他還從其他地方來著手 像例如什麼 例如就是那個 你今天就醃製了這個頭顱的這個鹽巴 因為他本身來講二哥的話 因為射型人的二哥他是廚師 所以要了解一下就是他所工作的 這個自助餐店的這樣 因為你要拿到那麼大量的鹽巴 因為長達1公分 1公分的厚度有沒有 整個這樣醃起來的話 你必須要量要很大這樣子 那是不是同樣的一種 因為鹽的結晶本身的結構的話 有些會不一樣 產地還有包括他的整個 萃取的這個狀態是不太一樣的 第二個是什麼 大家一直在講到 所謂的兇刀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目前的話 警方有查出來 他3月12號的時候 向自助餐店請假兩天 而且還借了他店內的一把菜刀 這把菜刀如果真的沒有找到的話 事實上如果這把菜刀店家指導 是從哪裡買的 型號是哪一種 一模一樣的話 那個法醫中心這邊 是可以拿來做一個鑑定的 也可以做一個鑑定 另外一點的話 就是在找什麼東西 我們想大家都在找 所謂的命案現場在哪裡 因為這個整個頭顱的話 呈現出他有實際被冷凍過 所以你必須要有冷藏設備 所以有冷藏設備的話 那個不太可能 我今天隨便去找一個 一個什麼便利商店 或什麼東西拿去 把他擺在那邊 要麼就是他自己的工作地點 要麼就是他的住家裡面的一個工作 可能有這樣冷藏設備 所以這個部分上面來講的話 現在目前都是專業小組 他要積極突破 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很簡單 檢察官認為他有涉嫌殺妹 如果他有涉嫌殺妹 但是這個必須要有一些證據 有沒有 關聯性 直接讓法官採取這樣子的一個新證 他必須要由法官去說服他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部分上來講 否則的話 要麼像馬律師這麼傑出律師有沒有 他會找到很多的這樣子的一個理由去把他駁回去 因為律師最大的一個功能就在這裡 要幫那個所謂的辯護人 就叫做被告來做辯護這樣 很怕就是怕像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現在檢察官的話 應該是積極去突破這幾個點 這樣子的話才可以讓整個的一個 就是如果我們認為他殺人的話 他的證據能夠才會齊全 比較有公信力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第一現場 第一現場如果在家裡 然後他真的殺了他上課也把他淹起來 不管放冰箱或哪裡 在家裡絕對不可能找不到深入激震 我不偏你 我這邊提醒一下 不只是第一現場 還有一個第二現場 就是我們現在就算說 找不到那個殺人的第一現場 可是你不要忘了肢解尸體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那他們是不是一定同一個現場不知道 也許是不同的現場 那如果是不同的現場 我當然不要講得太細節 可是肢解尸體 他其實噴灑出來的微物激震是更多的 比你要去殺一個人 其實可能噴灑出來的痕跡更多 所以如果說有第一現場 不見得找得到 至少第二現場一定要想辦法找到 當然因為這個陳鶴哥 他是一個生活範圍 並不是很大的人 所以他的第一現場 第二現場 一定都侷限在他非常熟悉 放心 不會被人家看到 因為那個過程可能都滿攏長的 然後他覺得很放心 不會被人家看到的這些地方 所以很仔細的去搜 一定可以搜得到一些微物激震 然後第二個是 詐領保險金這個案子 坦白說在台灣歷年來實在太多了 不是你剛剛講的陳蕊慶案子而已 其實這類的案件非常的多 保險公司是非常有經驗的 他們對於如何去查出 詐領保險金這件事情 其實是有很多過去的經驗累積 所以怎麼樣子的一種保險行為 他最可能產生道德風險 這一點其實保險公司 有太多的案件 我覺得其實掉月一下 是可以掉月的出來 不過我這邊就是最後我要提醒 我當然認為陳蕊哥現在的機率是非常的高 所以會積極的鼓勵警方 再去多搜集一些資料 可是我們的刑法第一原則 全世界的刑法都一樣 第一原則 你必須要在沒有任何懷疑 他可能不是加害者的情況之下 你才能認定他是凶險 不是無罪推論而已 就是你必須沒有任何一點點懷疑 說他可能不是加害者 他可能不是凶險 你才能認定他是凶險 這個是刑法認定罪行的第一罰點 全世界都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的警方 辦案朝這個方向去走 會很重要 我們檢察官起訴的門檻沒有那麼高 我們檢察官可能 對 他很可能認為只有五成 他就給你起訴了 我是覺得大家 再給我們的專案小組一點時間 為什麼這樣來講 我已民國94年 王熙宏那個殺七分屍案 這個也為例的 當時他在浴室的時候 把他的妻子肢解掉 沿路這樣子丟包 丟到後來 後來之後 我們警方後來在浴室裡面 找到一些微污激症 他是有事後有特別清洗過 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找到水的血腱模式 這個血腱模式 不是只有在牆壁 還把那個血噴到廷花板上面去 對 還有另外在水管裡面 找到骨頭 碎骨 還有包括像一些肉的組織 有沒有 毛髮像這些東西 當然就是說你今天 我們大家如果認為就是說 如果檢警認為就是說 第一線材就在這個二哥的家裡面 的話有沒有 顯然的話 顯然他要做很多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你要把水管把它挖出來的話 你還是要經過要申請的 這不是說我今天要把它 給敲出來就敲出來這樣子 因為雖然我們看 12月17號是他媽媽的時候 就報那個 就是他女兒失蹤的時間 我們再往前推出來 事實上已經好幾個月了 好幾個月的話有沒有 只要有那麼一絲 在整個水管裡面 找到了那種所謂的骨頭這樣子 把電腱給驗出來的話有沒有 事實上這個案子裡面 就已經沒有什麼問題 對啊 因為住家 非常可能是第一線材 就是說 因為他就是沒辦法處理屍體 才會把他分屍 其實這是心理 他不一定說我是非常殘忍 要把他 不是 他是為於便利處理 把他大塊變小塊 老公 對不起我差一句話 所以也有一種可能性 我們雖然覺得3月13號 他拿出去的可能是屍塊 可是他可能只是部分 因為有一些可能他早就丟下了 那他可能不會研製這麼多的屍塊 可能他只想研製頭顱 因為他想要確定這個死者 讓大家都辨識的出來 大家記得一個案子 陳金頭跟廣德強的案子 那個案子是非常殘忍 還吃那個保險員的屍體 但是警方後來是怎樣 挖那個化分池 化分池裡面還有屍塊 對 那就是說你已經把那個人 已經把他肢解到 肢離破碎 衝到馬桶裡面 那我講當然你這一些居證 你都要把他弄得很清楚 你才能定他的罪 所以當然以現在他的判斷 應該第一現場就是在家裡 家裡已經一個屍體 我沒辦法處理 我就開始肢解 他應該是以這樣來判斷 但是為什麼這兩天在 在家裡還是沒辦法去斷定 他是第一現場 很可悲的是 這個陳二哥他完完全全不配合 剛剛所講的陳金火廣德強 是因為後來相關的市政 提示了以後 他的自白裡面 就是說他把所有的激政 都放到馬桶 都衝到這個化分池 所以檢察官去開宴裡面 找出所有的部分 當然是部分 但是這個案子 再簡單不過了 就只差 他不配合 只差 他不配合 難道說檢察官沒有辦法 去找這些激政嗎 當然有 在偵查裡面 檢察官有這個 有這個權力去開宴 或者是你要蒐集相關的證據 只是說 真的如從剛剛孝晨所講的 給監視人員一些時間 我們很多 我們很多的案子 不是說一觸可擊 要透過很多 有時候也靠運氣 剛剛好那個運氣 剛剛好我找到了 找到的時候 剛好也破案了 讓他百口莫辯 但是這個時機或這個時間 什麼時候應該要去 我相信 維護激政的財政 這些建設單位 應該都有去配合 包括李昌議 李博士 這兩個案子 包括我們巴黎的媽媽嘴案子 每個晚上到今天晚上 明天李博士要去青島 每個晚上刑事局 包括專案小組都有在討論 只是說提供相關的那些技巧 如何去補強這些 這個間接證據也好 直接證據也好 很可惜的是 今天這個陳樂歌 從頭到尾到現在不配合 但是剛剛主持人講得很對 我們要告訴我們所有觀眾 你不配合辦案 並不代表你沒有罪 你不配合辦案 代表你犯後的態度不佳 可能會遭受到更多的刑期 雖然你患有什麼 零有什麼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個案子 以目前來看它是很順 很順利 就是說 然後大家對警方也都所肯定 可是媽媽嘴那個案子 大家對警方就沒有那麼肯定 大家覺得說 這個警方好像 湊失了很多先機 然後到案子現在變成陷入膠著 所以台灣社會 算起來也很公平 兩個案子就會被拿來做對照 對照以後就會再算老丈 新北市的副縣長是侯友宜 前台灣副市長 前台灣最有名的刑事專家 怎麼新北市辦得這樣 有人就會用這個去比 當然這個比也不一定是正確的 也不一定是公平的 但是下個問題我們就來討論 媽媽嘴 他現在的問題還有哪一些 馬上回來 大學 近日 未來 nesse